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今天講一個議題 他是指揮的範疇 但是也不是全然是指揮的範疇 就是我該做什麼 這是我論病的時候 最多人要問的問題 就是八成的人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我現在提供一個我個人經驗方法 這個方法你只要照做 你一定可以找到要做什麼 我曾經擔任過幫人家找 人生目標跟職業的心理輔導師 那他在很久以前 但是我覺得這樣找也真的很慢 我就沒有那麼多的時間一直處理 找一輪要六個小時 七個小時八個小時 非常的久 很耗時 但很有效果 這個以後我才會去開這個課程 以後再專門跟大家講解 但是在做這個 找這個自己職業的過程當中 你一定要有夠多的素材 我們講素材這個事情 素材 很多年輕人 十六到十八的 父母陪同論命的 很多 但是你要告訴我 你喜歡做什麼事情 你一定要講得出來 不能我告訴你 這是規則 那這是心理層面的規則 就比如說 我年輕的時候 二十出頭 人家跟我說 我應該是做說話的人 那請問我要說什麼話 我不知道啊 而且要奔波喔 我要怎麼奔波 我沒有技能耶 那後來 退伍之後 我開始了 一段很漫長的 路 漫長 大家知道我做過很多職業 漫長 但是那時候 我找了很多的素材 慢慢跟大家講 我用這 十二宮 因為 我這不是個整面白板 我一條一條 跟你講 你應該怎麼做 我提供一個客人 他跟我講的一個事情 最好從大學就開始 因為他大學發現 在學校學的東西 比較僵化 這是一個朋友 客人跟我講 他都第一名 他說 真的很受不了那個僵化的 教育體制 這邊我就不參與 到底這塊對或錯 他個人是得獎的 我有查過他真的得獎 跟我講說 不要浪費時間 趕快到業務 去業界實習 好 我呼應他 怎麼去業界實習 像我們台灣 台灣這個地方 政府 國外我不知道 我想應該也有 會提供很多的課程 比如說 輕創 這叫青年創業 貸款的課程 不要聽到貸款就害怕 你貸不貸是一個問題 它是一個層面 這個可以畫過來 它是一件事 這是一件事 你可以上這個課 這是免費的 但是好像 制度上也許不能缺課 你再去查一下 所以你要用青創去查 你可以上 我上過兩次到三次 你要上滿一定的時數 才能去貸款 那個利率很低 就是讓你年輕人可以貸款 但是這個課程 它會講很多的案例 例如 它分出來說 裡面可能有開店議題 你不管怎樣 你就去聽 因為它跟學校課的絕對不一樣 它就是會教你說 實務上應該怎麼開店 要評估什麼東西 就會分出來 要考量很多事情 這時候你的腦子就可以活絡 你可以去像一個新制圖上說 你至少聽了 聽了就會有靈感嘛 你如果說沒聽 你根本連靈感激盪 根本不可能 只有學校的跟同學專門討論 那你們大家都沒聽過這種東西 那你能激盪出什麼火花 可能是只從書上去找靈感 這個是沒有用的 你一定要實務 那那邊老師會給你很多圖片 然後按例 然後看這個早餐店 你認識的品牌 這樣就有連結了 以後我再專門跟大家講 這會有一定的心理效應 好 開店了 或者是經營 你要經營什麼 成本啊 概念啊 不會距離你很遠 因為你只要去做什麼生意 你一定要算成本 就算你去領薪水 你一定要對你生活算成本 好 還有 行銷 這個是大家最喜歡的 這個可一定不能缺 行銷議題它就會有很多的案例 案例 有賣衣服的 有賣 樂器的 音樂的 等等 它怎麼做的 就新創的事業 現在的人喔 可能會覺得找一份工作 就一直這樣做下去 就覺得快樂 我跟你講 我沒有見過幾個快樂的 八成都不快樂 另外幾 兩成喔 少數的會快樂 因為他們沒有勇氣 勇氣去 改變 我跟你講 我還先不跟你談勇氣 因為那八字的格 或者是指揮的格 它勇氣是 有一定的 格局 我要硬推你喔 去衝 我怕你斷手又斷腳 到時候整個都在著我 但是我自己個人是希望可以改變 但是我不知道從哪裡改變 我跟你講就去上這一課 新創事喔 好那如果女生還有叫鳳凰 鳳凰貸款 創業鳳凰 欸這裡有很多的課程 然後 但是要女性常去聽 那我記得我好像去聽過 是好像有開放男生去聽 不管是什麼關係喔 然後就坐到後面去看 能聽多少安理就聽多少安理 還有 50歲之後有微型創業貸款 你不帶沒有關係 不會怎麼樣喔 這都政府辦的 你可以免費去聽 政府是希望年輕人多創業 啊不管是不是年輕人啊 創了業 你才會去繳更多的稅 那國家才會有稅收去做建設 這是他們施政的指標之一 好 不只這些 有些雜誌喔 也會 辦這種講座 那哪個雜誌名稱我就不寫 因為這樣會變成好像是行銷嫌疑 這個政府的應該就不算了齁 這其實蠻多人知道 但是 找我論命的人 真的不是每個人都知道 八成都不知道 這個要去上 好 還有 像產發局齁 產發局 這叫產業發展局 它也會定時去辦 可是你必須要有公司的 同一編號 那因為疫情關係有停辦的 一段時間齁 可是現在好像又 能出國就代表又可以再辦了對不對 所以你要有同一編號喔 那他同一編號你要 你要怎麼有 你要是公司的職員 跟老闆申請嗎 還是用什麼方法 那你自己去想辦法 產發局 我當時上了兩到三輪 上了好多裡面的網路課程跟聽案例 那都是業界實戰的老師 你不能缺課 但是他免費 但是你不能缺課 他免費 但是你不能缺課 再三強調 不然會有紀錄 還有那種勞工局也有辦啊 勞工局 勞工局 也有辦 有些是你失業有補助啊 什麼之類的 職業訓練什麼之類的 也有這種啊 那勞工局本身就有辦 然後 斷期的 不是你要上一段時間幾個月 然後你不能缺課 才會給你補助那種 不一樣 你就去查 還有 中 小 企 業 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 經濟部委託他 中小企業什麼什麼 他組織那個齁 你自己去查 中小企業 會辦很多的課程 那也有一些協會叫輕創喔 輕創協會 跟這不一樣喔 輕創協會 也會辦 那有些是付費的 付費我也去上 台灣還有還有什麼之類的叫 中小企業網路大學校 這個關鍵詞啊 很多線上課程 費用非常非常非常低 那幾百塊 你只要好好去聽去看 但我會建議能現場上就現場上 我自己本身還上過那種 中國文化大學 推廣 什麼什麼教育中心這種 上了很多課 付費的 你要不斷的去充實 你就算只會 理論派 你也要有料理論派 那為什麼要上這課 因為我覺得想要創業 所以我要一直看 因為腦子會想啊 怎麼做怎麼做怎麼做啊 我跟你講裡面 你上完這一輪喔 這整輪之後 你會認識很多的創業家 然後大家會激盪出一些火花 但是當然跟你是不同產業創業家 他才願意跟你討論 不然你做衣服的 他也做衣服的 他不會跟你講秘訣 可是如果是不同行業的 就會知道很多 彼此分享一些資源嘛 哪裡可以上課啊 哪裡可以上課 上上上 有那種專業上課達人 但你要有時間 有心這樣做的人 也真的不多啦 你上一上之後喔 你大概也知道要做什麼 因為你會有 數百起案例 數百 這個世界喔 其實能創業的項目 有千萬種 而且光是衣服有分很多種 你說衣服啊 衣服很難賣啊 牌照什麼之類的 好那不管 他有翻日啊 韓啊 或哪裡啊 哪裡衣服啊 或希臘式衣服 很多種 如果 我認命的時候 我問你 你喜歡 你喜歡衣服嗎 又說不喜歡 我不知道 不清楚 其實這是很難認命的 這個如果你都全部上過一輪的時候 再來找命理師確認說 我做這個好不好 比如說我們只要說 你要做以口為業的 說話的 而且你是顧問行業 顧問式的 可以做顧問 然後 你可能年紀太小 你不懂 你不知道 我跟你講我念 我那個論用四五十對的喔 真的有經歷過的 一講他就知道說 對人家都說我有這個 這種能力 只是我沒有去做 這樣一講就通啊 可是你如果都沒有經歷過 那你的工作經歷又是可能製造業啊 生產性行業啊 一直做一樣的事情 那你根本沒有辦法去 去思考你到底要做什麼 然後我們在論命的時候 根本沒有激盪出火花 然後你只問我說 我不知道要做什麼 然後連奔波啊 如果我跟你講你要奔波 我要怎麼奔波 我有家庭要養 哇 那怎麼辦啊 可是你不奔波 根本不會有孕啊 我也很希望你有孕啊 那這時候我們會 甘對眼這樣子 我看你你看我 那那怎麼辦 然後你一定會問我說 那不奔波 可以有孕嗎 沒有我現在沒見過 如果我見過我一定告訴你 譬如說婚姻這件事情 有些婚姻很爛真的很爛 那個一看就一定會離婚的 可是 竟然沒離 你應該是不是找了 離過婚的 配偶 然後她是二婚的 然後 大你十歲 這可能條件起疑 或者是兩個條件都滿足 對 都沒事耶 可以這樣解決 可是 不奔波 我真的沒有辦法解決 不奔波我可不可以透過網路 我跟你講 效果還是有差 我們是 論那種專業做網路的人 真的 他說 奔波跟沒奔波 還是差很多 不是坐在電腦前面 我就不要跑動 我跟你講 人那個氣一跑動 那個結果真的差很多 看過很多跑國外的 本身八字格不夠用 結果一奔波 什麼事都好啦 所以 八成的人都不知道自己要跑動 那 而且 他說 就算願意跑 可是不知道要做什麼 那請你去上完這所有的課程 你不用擔心 這管道還很多 如果你上了這個 裡面會認識一些人 或一些講師 他會跟你說哪邊可以上 然後上了這個 創業鳳凰啊 微型創業貸款啊 然後 付費的啊 中小企業什麼什麼什麼的啊 勞工局啊 產發局啊 我跟你講 你那個 一可以認識兩個 一個地方可以認識兩個人 兩個地方可以認識四個人 四個人可以認識八個人 八個人認識十六個人 那你整個人脈都養成 我不是說人脈就是錢脈啊 我不是在談那個事情 我是說 你認識那些人 大家資源會共享 你就會形成另一批人脈 而且這些人都是創業家 跟一般的就是 生產的 領悅心的 年薪無論高或低 他就是領心的 那個階級的思想是完全不一樣的 他們想要不受氣 不要被人家控制 可以自己賣點什麼東西 像那個日韓批貨 我們也知道 有那種專門講師在講 日韓批貨 你沒去過 你真的不會想像到 那真的 我們去上很多網路課程 有些那種 專門在觀察 人家怎麼創業的那種作家 他會講好多好多的案例 那種國外的案例 我不是在講亞馬遜書店這個事情 我是講是真正的傳統的 你去看人家怎麼創業 真正你去看一些影片叫那個 富豪谷底球翻身 知道嗎 知道吧 富豪 美國有拍一個片 富豪 他歸零 谷底 球 翻 身 我記得在 愛奇異有免費的影片 你要去看 他就是一個已經成功了 很有錢的那個 富翁商人 他以前就是白頭起家 他就喜歡沖 然後以前功課不好 他自己講的 我沒有股倉 年輕人家功課不好 這個都要講清楚 他沒有錢 然後 十幾歲就懷孕 生子啊 讓老婆懷孕生子 不是他是男生喔 不是自己懷孕 那 他就想說我要賺錢啊 去做業務什麼之類的 我去賣東西 好結果他就 大概四五十號 就把公司賣掉了 就已經是 身價很高啦 有私人遊艇啊 有飛機啊 然後 他想要在人生再挑戰一次 他想要做一件事就是 人家都說我是因為幸運 所以我要證明我可以 所以 我只拿 一點點的美金 沒有多少錢 我要到一個城市 人生地不熟的 重新開始 而且不能講我身分 不能藉由我的身分 讓人家來幫助我 他就再次創意 開一個餐館 他中間嘗試很多東西 然後賣東西 他當時 是做什麼貸款行業 但是 在那邊 他不可能做貸款行業 他就去賣一些東西 賣商品 賣那個螢光棒 你知道嗎 什麼螢光棒 就是那個螢光棒 那種東西 我心裡很有感覺 因為我曾經年輕的時候 退伍 然後 朋友說我們去 找那種螢光棒來批貨 然後我們去買喔 很擔心喔 很害怕喔 那個錢我真的會 可以回得來嗎 然後就去那個演唱會 那門口一直在叫喊 那賣賣賣賣 我跟你講 這個真的要做 還真的賣出去 還賺到那種 就算賺到多一百塊台幣 一千塊台幣 你都會覺得 這感覺就是跟 臉星感覺不一樣 因為你敢去 踹踹看 想試試看 你一定要試 你不要讓你的思維僵化了 你要去大量充實的課程 不是只看雜誌喔 也不要只看影片喔 當然這個影片可以看一下 突然鼓底球翻身喔 會有啟發 然後你要去聽課 現場 現場聽 那當然陳老師的課喔 可以線上看就好了 線上聽就好了 不一定要現場 因為我們這是公式化的 模組的東西喔 不一樣 但是如果要聽案例那種東西喔 最好是現場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認識那些創業家 這是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 然後我就會可以去他們的公司參訪 我會去他們公司看看 我早期都經歷過這種事情 在2010年創業之前 我已經把這些課上過不下百個 我想很誇張 一個禮拜跑兩場到三場 所以 一年下來 五十幾週對不對 有沒有超過百場 一定有 我想那個 有些做那個房仲的第一品牌 都有開這種基金會的學堂 我暗示大家自己去找 還有 怎麼國際會議中心也有 有時候開一些課啊 你就混進去聽 那當然那可能上邊時間啊 好 加盟展你一定要去看 食品展你一定要去看 雖然它是賣原料的 你要知道人家怎麼做生意去看 那所以你要去看一些電視劇 比如商道啊 胡雪岩啊 喬家大院那些你都要去看 你才有感覺說 啊 古再人怎麼做生意 情商什麼人硬貨硬脾氣硬啊 為什麼會有這句話 你要了解 所以這些組織 太多太多 我跟你講可以排滿每個禮拜 你都可以排滿滿 你是上不完的 我瘋狂時期是 根本好像 是職業上課的人 是一模一樣的 有些學校 大學啊 有時候也會辦這個給那個大學生聽 你可以去聽 那是合法的 一樣有 你只要挖得出來 去上網查 只要有心查出來 所以你這時候就不用跟我們講說 我到底要做那個 好像是叢林 我要告訴你做什麼 這時候我跟你講做金木隨火土 然後 你能聽得懂嗎 你沒辦法聽得懂 火是什麼東西 火就是餐飲啊 可能化妝品啊 可能太陽能板啊 可能能源類的東西啊 那你聽得無煞煞啊 你根本不知道 這個美妝是什麼東西 然後 做指甲是什麼感覺 不知道 做美妝那是怎麼樣 因為你沒有經歷過 所以你全部上完之後 我們在論命的時候 你會豁然開朗 那只是我在幫你調整的型態 是要怎麼奔波 哪一個運要奔波 哪一個運要跑 可是你已經有技能了 你去充實那方面的技能了 當然也有可能一個情況就是 你兩三樣東西都想學 那這時候我會勸你說 先把一樣學好 因為早期我就是什麼都學 什麼都會一點點 那烘焙會一點點 吉他會一點點 對不對 然後心理智障會一點點 什麼都學一點點 其實還是要專注 把一樣做好 再來做第二樣 再第三樣 你可以多工處理 但是也要一個為主軸 以上就是今天講 我該做什麼 讓我論命的時候可以輕鬆一點啊 這時候我在做諮詢的時候 比較會有激起很多的火花 跟idea跟想法 不然我要從零用這一個小時 來跟你講這些東西 你不會覺得很辛苦嗎 我也覺得這個時間都一直用掉 其實論命大概五到十分鐘 哪個運好哪個運好 不好一下就講完了 很快 可是問題是 你要怎麼套用在你的命盤劇本裡面 你要有技術 一個人在世上一定要有技術 但有些人是搞學歷 有些人是搞技術 當你真的不知道自己做什麼時候 你又不是高學歷 你就去學這些實務性的東西 一樣可以達到自己財務自由 是真的我沒有騙你 我論的人太多了 就算不是我論的命 我認識的人也很多 好祝福大家 可以找到自己對的路 學會你自己想學的東西 找到屬於你自己的天賦 好 歡迎大家訂閱我頻道 我是陳蜜 我們下集再會 拜拜